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迫不及待地想把天赋的美好 信实 公义和慈爱介绍给所有的人 今天就让我们用这首充满活力的赞美诗来开启崭新的一天吧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三十三篇 诗篇第三十三篇 艺人啊 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正直人的赞美是何宜的 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 用识闲色歌颂他 应当向他唱新歌 弹得巧妙 声音洪亮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弃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垒 收藏生羊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 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 地上一切的居民 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 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靠马得救是枉然的 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 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 耶和华 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行慈爱 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诗人用诗 表达出了他所体会到的爱 也愿所有人都能亲身经历这样的美好 亲爱的朋友 今天也想邀请你来想想看 从信主到现在 你体会到天父的哪些特质了呢 比如说天父的公义 或天父的依据等等 鼓励你 也能常常用你擅长的方式 把你的体会表达出来哦 相信你的分享 一定也能充满力量 鼓舞人心 感动更多的人 一起领受天父的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 让我一路走来 领受了好多祝福 我也要将这份美好传达出去 帮助更多的人 找到他们的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每天都能经历到 神信实又奇妙的爱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